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肠道健康还有大肠癌 那这个问题呢 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持健康状态的守护者 一定要拜托好好地对待它 好 那以前呢 很多人都认为 肠道疾病是老年人才需要关心的问题 但是呢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科学研究表明肠道疾病特别是大肠癌 正悄悄地侵袭新一代人 就在前几天啊 有很多家媒体报道 台湾有一位年轻人仅仅二十多岁哦 就确诊大肠癌 没错 这位年轻人他平常的饮食习惯很不好 因为喜欢吃一些重油啊 重年的食物 尤其喜欢吃腌渍的豆腐乳 我们等一下就来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健康选品关时间 在讲今天的选品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重点 我最近有看到频道上的一些观众啊 留言给我们说啊 我们频道已经开始在卖货了 没错 有两个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其实呢 YouTube从五月份开始就把我们的营运全部关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再也没有任何获利从YouTube 那我想各位收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一个频道要营运 其实需要很多的资源 那其中包括资金 那这是一个我们有需要有一些收入的来源 那第二个呢 其实也是出于自发性的 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些真的对您健康有帮助的商品 那我想因为大家脱离不了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些商品啊 维生素啊等等的 当然我们在选品的部分呢 是比较严格的 就是希望真的能够带给大家健康 那我自己个人也有体验的 我才会来想跟大家分享 当然如果觉得哎 你生活上有需要 又觉得相信啾啾啊 相信健康一加一的推荐 那你生活上有需要 你就可以来透过我们来做购买 我们也可以获得微薄的获利 那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特别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未来我们陆陆续续推荐一些相关的商品 健康的商品 你也觉得哎 我真的是蛮需要的 对您健康有帮助 或者是你已经使用过的朋友 也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跟咎咎分享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去帮大家搜寻更好的商品 然后对你们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商品 对你们有用的商品 好 那我们今天要还是一样 要给大家分享这个目别果 其实它的功能 我在过去已经讲过了 就是它是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果实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堪称地表之关 在2003年12月30号 美国农业部在官方网站 就发表了目别果的研究结果 那研究就说目别果是 迄今发现类胡萝卜素含量最高的水果 也被国外的媒体誉为超级水果 那像美国啊 日本啊 德国 法国 越南 也对目别果超强的营养素发表了研究报告 那它呢 有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它的抗氧化力是最强的类胡萝卜素 抗氧化能力百倍于维生素一 那目别果它含有的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 β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10倍 玉米黄素是黄玉米的33倍 维他命是橙子的33倍 那它对于就是包括黄斑部病变啊 肝炎啊 夜盲啊 还有我们身体所必须要有的这个维生素呢 其实它有很好的维生素A的来源 那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连结下面 如果你想要了解目别果的话 可以点开来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呢 啾啾的粉丝呢 就有买二送一 也就是一个order就可以拿到三瓶 那如果你有想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点击节目连结下方的这个link 就可以看到有关于目别果的详细资讯 纽约欧阳号序家庭医生 请大家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啊 这个20多岁的案例呢 它当然不是孤立的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显示 大肠啊 真的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其实从1990年代初以来 美国50岁以下的族群大肠癌发生率 几乎是翻了一倍 在世界范围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那不幸患上这种疾病呢 除了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因素呢 还有很多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啊 以及饮食习惯的问题 那根据WHO的说法就是 现代人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还有饮食习惯 也大大增加了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比如像摄入过多的加工肉品啊 蔬菜啊 水果摄取量不足啊 酒作不动啊 肥胖吸烟 以及过量的饮酒都可能导致大肠癌 所以我们对于平常的生活 还有饮食习惯呢 对我们肠道健康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日本京都府京丹后市 是一个相当有名的长寿市镇 那这里的百岁人瑞 超过日本平均的三倍 所以吸引了不少专家就来调查 那就说哎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长寿 所以有专家就认为 当地居民的健康的肠道环境 对于他们长寿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教授内藤玉二 他就说尽管日本的平均长寿啊 寿命跟健康寿命都在延长 但是呢也大约有十年的差距 为了能够健康的老去 内藤教授建议控制肠道中的促进老化因子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解决方法 肠道的老化程度跟生活习惯 还有饮食习惯真的是密切相关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肠道会产生慢性的炎症 内藤教授也解释哦 这种慢性炎症并不像肺炎这种急性感染 而是体内持续发生的轻微发炎 那当这些炎症随着肠道屏障功能破坏 而波及全身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发各种的疾病 因此肠道的老化成为身体其他疾病的起点之一 那在2017年开始 内藤育二教授就在丹后市进行了一项关于 高龄者肠道菌虫跟健康之间关联的调查 那他就发现哦 这个地区的高龄者肠道内还有大量的弱酸产生菌 这些菌呢可以抑制发炎并促进免疫球蛋白的 IgA的分泌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高龄者中 由于这个年龄增加而出现的骨骼肌量 还有肌力下降的人相对也比较少 这些高龄者的健康状况也相对是比较好的 弱酸产生菌种跟双齐感菌等等的有益菌 没有办法在有氧的环境里面生存 那健康人的肠道深处氧气没有办法进入 这为异菌的生存反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那相反呢 变形菌门菌这类的坏菌 无论在各种氧气的环境中都可以存活 如果肠道的屏障功能因为炎症而受损了 导致肠道内进入大量的氧气 坏菌就会变得容易存活 促进肠道老化 那除此之外呢 研究人员把日本金丹后市跟京都市的居民 疾病资料进行比较之后 就发现金丹后市的居民 罹患大肠癌的比例仅仅有一半 而且呢 失智症的风险也相对比较低 血管年龄也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那么金丹后市的居民 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健康的肠道菌从呢 根据内藤玉二教授的调查 内藤后市的高龄者经常吃下面 这六种食物像根菜类水果全穀物像糙米啊杂粮 还有味精致的穀类还有玉类以及豆类还有海藻类 内藤玉二教授就解释说 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可以成为肠内细菌的食物 从而分泌维持健康的弱酸等短链脂肪酸 而且除此之外呢 植物性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多酚以及类活萝卜素等等的抗炎症 抗氧化作用强的物质 多样的植物性食品就可以提高我们肠内细菌的多样性 并且抑制发炎症状 像是豆类啊芋头类啊还有穀物类啊 这些食物呢都有抗性淀粉这种淀粉呢 不经过消化就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肠道 那抗性淀粉没有办法被胃部跟小肠来消化 因此摄取的热量是比较低的 不会刺激血糖跟胰岛素 有帮助瘦身减重 同时呢抗性淀粉是肠道好菌喜欢的食物 可以培养健康的肠道环境 并且呢被肠道菌消化之后 转化为短炼脂肪酸 具有抗发炎跟预防大肠癌的效果 而且根据内藤育儿教授的另一万一项研究 经单后世的居民里面有超过45%的人 每天摄取酸奶 酸奶我们就叫它yogurt 那酸奶是一种改善我们肠道环境的典型食材 里面含有乳酸菌等等的益生菌 还可以有效的预防便秘跟肠道发炎疾病 那当这些益生菌跟丰富的膳食纤维相结合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然后进一步促进我们肠道健康 内藤育儿教授还说到 现在有很多人的饮食习惯里面膳食纤维摄取量普遍不足 其实仅只需要把三餐里面有一餐的主食换成全骨类 就可以对肠道年龄进行有效的控制 同时可以延缓肠道老化 那对于肠道的健康 我们其实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不妨参考一下长寿之地 京都府京丹后世的秘密 多吃一些根菜类啊水果啦全骨物啊 还有玉类以及豆类海藻类 可以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取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宅在家里 不太喜欢运动啊 所以大家呢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避免久坐不动 这不仅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 还可以让肠道更健康 好那我们今天有关于肠道健康就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助我们传播这个频道 让更多人在健康上受益 记得在干净世界申请个账号 关注健康一加一 还有在YouTube别忘了订阅按下小铃铛 好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